哇 哈囉 大家好 是不是和我一樣呢 發現呢 桃園統領百貨鞋對面 出現了一棟純白色的建築 沒錯 這就是全新展開的 桃園區公民會館 而且呢 是以藝文便利店的方式呢 來做經營喔 聽說啊 今天還有神秘大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到底是誰呢 所以啊 沒來過的好朋友你們就太落伍了啦 不過今天到底是誰呢 誰來到我們現場呢 現在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走 哇 我們來看看誰是大來賓 喔 是市長 哇 市長好 我是佳佳 今天非常高興呢 邀請市長呢 和我們一起走訪藝文便利店喔 那跟市長來介紹一下喔 我們這藝文便利店的經營呢 是有淘汰幫藝文聯盟 他們呢 在老城區呢 是經營許久的藝文團隊 那今天呢 我們有 李市長 岳德 岳德好 來帶著市長一起來逛這藝文便利店喔 好 市長好 大家好 好啊 市長我們來這邊呢 今天非常開心 那 岳德首先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今天跟市長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今年想要把 桃園區公民會館 變成一個非常有特色的 藝文便利店這樣 對 希望桃園的藝文能夠 像便利店一樣親民的人去這樣 所以我們一樓規劃的是商品選物 那二樓會是藝術展覽 那三樓還會是 讓民眾繼續可以租借的一個空間 然後像這個也是阿桃園哥的專櫃這樣 所以民眾可以來這邊 買到很多阿桃園哥的主賣商品 然後像我們有公民會館 自己設計的口罩啊 市民卡套 就是像在中壢也有一個旅社 是阿桃園哥專門的一個套房這樣 主題套房這樣 真的 所以大家粉絲團都要按起來了 哇 這每個店都是藝文商品店 沒錯 阿桃園哥 阿桃園哥 可以別太客氣了吧 以前喔 那個疫情關係啊 好久沒演出了 真的 對 我們現在要恢復活動喔 阿桃園哥第一個就要出來 對 沒錯 哇 真的 阿桃園哥你們今天找市長要做什麼事情啊 蛤 蛤 有啦 喔 要來看一下 你們想要跟市長比賽就對了 喔 來來比賽這個 所以我們這邊呢 也有做一個拉霸機的一個活動這樣 有沒有中了 加油加油加油 沒有 沒有 沒關係 不過呢就算人沒有得到的話 我們其實呢 還有好吃的喔 對 還有好吃的喔 我們就想說 市長能幫我們當一次 魚日小朋友 喔 來來來來 我來當店長 好 對 但市長我等一下要點菜喔 好 好 哇 那市長市長我要來點菜喔 好好好 我想要一個 紅燒獅子頭包好了 紅燒獅子頭 對 哇 謝謝市長 那市長自己也挑一個好了 哇 筍乾包子 紅燒獅子頭 紅燒獅子頭 是一顆的耶 哇 太厲害了 那市長接下來跟我們寫一個小卡 給我們為了來公民會館的好朋友吧 好 市長可以幫我們寫寫 想要給未來來公民會館好朋友 對一些話 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尋找美好的桃園之物 謝謝市長 那最後呢 請市長來分享一下 今天的走法我們藝文便利店 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我想藝文便利店提供給我們市民一個很不一樣的空間 桃園很多的那種獨立商店 那他們有夢想 有獨特性 是 那有很多產品的 這個不同的魅力 在這裡一次逛 就全部都看到了 嗯 而且一樓有 有藝文的專櫃 一個一個 那二樓有展覽 三樓可以做租借 是 所以桃園的公民會館已經變得完全不一樣囉 沒錯 大家可以多多來 那如果來了累了 回去 打包包子 可以買一些 沒錯 大家可以一起來體驗我們桃園的魅力喔 讚 讚 所以呢最後我們也跟鏡頭說 掰掰 希望大家呢 一起來到桃園區公民會館囉 掰掰 哇 今天呢真的非常高興呢 市長跟我們走訪藝文便利店 讓大家呢更加認識我們桃園獨立品牌 桃園的藝術家 以及看到桃園獨特的藝文觀點 而剛才呢 這麼多的選物 我當然要趕快去買一番啦 到底要買什麼呢 我現在趕快去挑一下好了 走囉 等一下等一下 喂喂喂喂 你們兩位 你們是是是是 在吵架是不是啊 蛤 我知道了 桃園哥說啊 他們會在每個月啊 選一個 幸運的禮拜六 來到我們桃園區公民會館這邊 來跟大家玩喔 所以大家 一定要趕快來喔 掰掰 走啦走啦 我們去買東西 我們去買東西了啦 走走走 打包包子來 你好你好 我算店長 你們點什麼 可以嗎 可以的 哇 大豐收 大豐收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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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你 好啊 說 我 我